莎挺傑人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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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好棒 可以準時開始 我覺得來Cost Club 是我覺得 參加過最緊湊的演講 我剛剛還下去聽那個我朋友的演講 然後再趕快跑上來 還好這場地都很近 那大家好 我是莎挺傑人 那今天為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個 我們有一個生農飲食的社群有12萬人 然後在中間的這個 我怎麼樣利用科技來協助這些社團的營運 我不知道 先大家互相瞭解一下 有多少人聽過生農飲食 我 靠 我是走錯地方了 那有多少人在吃 那個那個 那個是暗裝啦 只有大家都知道 然後三次都不知道 好 OK 這個 那就是我的錯了 那我的機械人要加油 好 那為了要可以順利講今天的東西呢 我要先 好像大家都聊點生農飲食 等一下大家對照一下 所以我會先講一下前提 講到聊天機器人這些事情前提是很重要的嘛 剛剛上一場那個Toby有講 好 那然後再來就是 我怎麼樣把科技應用在上面 那為什麼會把科技應用在這個健康上面呢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科技人啊 然後就做了很多事 很斜槓 現在四十幾歲了 然後再來專心做這個同好的社團 那大概從三十歲之後 我相信各位 我這邊看得出來 有一些三十出頭的這個工程師 而不到二十歲的工程師沒有感覺啦 三十歲開始賣肝賣一陣子 大家就騙你說是你肝壞掉了 你就慢慢變胖 所有人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從三十六歲開始 我就用低值的飲食方式 就我吃到四十歲變這樣子 大家要注意喔 千萬不要這樣子 然後但是呢 我從四十歲的時候 做了一個就是我去找到生酮飲食 那我也是研究了整整兩個月 那結果做了以後就變成這樣子 沒有photoshop 沒有改顏色 什麼都沒有變 就是只有改變飲食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然後才意外發現原來四十歲的 我是糖尿病前期 我因為改變了生酮飲食 我把那個糖尿病治好了 然後等一下我就講 我怎麼樣散佈這個訊息 然後再來講到我怎麼開始 再來就是說同好這個社團是怎麼樣 就是同好這個社團 它在2016年底到成立 到現在已經十二萬人 好像很多這個大的媒體來跟我們合作 所以簡單的說呢 它是一個臉書上開始的一個自媒體 所以大家很喜歡討論的議題 然後呢 這整件事情是真的 你知道 很多那個 我開始做一些健康研究 後來我才發現 很多所謂健康達人都是 講的 那個 因為有直播 我就小聲一點 好 等一下 對不對 好 所以那些那個療效什麼都騙人的 但是呢 在生酮飲食社團其實很有趨勢 因為我是資訊的背景 我只相信資料 那當我在去看醫學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 哇 那個論文亂寫 然後這個 當我在跟作者去邀 邀這些有問題的研究報告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一次拿到這個data 這個非常非常習慣 可是所有 Compute Science Engineering的 那些paper 百分之百reproducible 可是醫學的論文 研究論文 很慘 reproducibility非常低 就是可重複實驗性非常低 但是我就透過這個社團 來做生酮飲食的人體實驗 好 OK 三分鐘快速生酮 對 有沒有聽過三分鐘健康教 師考特醫師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那三分鐘快速生酮 首先在高碳水化合物的椅子底下 你的脂肪就會被hold住 被激起來 那一旦你把碳水化合物拿掉了以後 你的身體的脂肪就會開始被釋放出來 那這個時候透過一個偉大的肝臟 把它轉換成銅體 銅體你可以想想它就像酒精一樣 那個碳水就像柴油一樣 銅體就像酒精一樣 你用酒精燃燒的話 你身體的耗能就更少 因為說廢物你在做能量轉換的時候 你產生廢物變少 所以你身體會更有效率 就像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什麼都沒有吃 這對一個生酮人來說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活動很棒啊 就是有水喝就好了 其他什麼都不需要 就是對於生酮能量之常 因為所有的能量都在在身上 那可是呢 我們政府的飲食政策是怎麼樣呢 我們政府的飲食政策最好玩的是呢 我們告訴你要吃每天 你看 這個是按照能量比例喔 所以你看最上面 最上面最重要的是 每天要吃超過一半的是米飯 相信大家說知道生酮都知道這個啦 知道說這個少吃 好像少吃澱粉就可以啦 少吃糖就可以啦 但是呢 你所不知道的是後面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印尼洋指南是哪裡來的 超美國的 我們很多地方超美國的 其實也不是超美國的 是美國人叫我們這樣做的 那如果你去看美國的營養指南呢 裡面就會看到這個蛋豬 就是我們指南上面這些東西呢 並沒有認真測試過 這非常嚴重 我看到這邊我都傻了 這個40年來的公共政策 然後居然說沒有好的證詞過 好 所以呢 到底生酮飲食做了什麼樣的改變呢 就這樣 我們就看這是一般的飲食 那你注意看這邊澱粉 相信大家非常聰明 澱粉跟糖 反正slide我會再把它放到take&d上面 不會有動畫而已 好 再來 就是 那第一步是這樣 你應該這個採用低糖的飲食 首先呢不要糖 所以剛剛任何飲料都沒有喝 我剛剛看了一下 所有飲料都是半糖的 那所有東西加的糖都很好吃 這是非常危險的 然後 那我你知道 我以前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帶團隊嘛 就我們總部都是會買一些餅乾嘛 當我生酮以後 就把那些餅乾都丟掉了 他非常生氣 但是當你了解到這個糖真正的 反正狀況裡面還有很多資訊 那你了解以後你就知道說 要把那些東西拿掉的重要性 好 再來呢 澱粉這邊呢 改成這個你看看綠色的澱粉 就不是泡麵那些東西 所有加工過的澱粉都有很大的問題 最後呢你就可以多吃動物性的脂肪 豬肥肉啊那些東西 你就會成為一個原始人 一個超棒的戰士 原理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人啊 是可以同時燃燒碳水化合物跟脂肪的 我們其實可以拿碳水化合物跟脂肪來燃燒 其實不太會燃燒 Cortine就是你的肌肉 那我們攝取蛋白質都是來維護肌肉的 不太會隨便燃燒的 所以千萬不要丁丁的營養師亂說 所以當你把這個 你吃太多碳水的時候 沒辦法燒完就會累積成脂肪 反之一然 一旦你全部都把碳水拿掉的話 他就會開始燃燒脂肪 就是這樣 這麼廢話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攻擊生酮飲食呢 或攻擊同好呢 很簡單 我們愛到他的business model了 他們用各種方法欺騙你說 一定要吃他的東西怎麼樣 但是規則 只要不吃澱粉就好了 OK 好 可能先講再這樣 好 那至於說 當你吃了澱粉以後 身體會有什麼變化呢 這是一個20歲的年輕人 然後也是網路的貢獻 就是在Roothing上面長造的 他20歲都得了糖尿病 所以你看他一整天的血糖變化 會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 當他開始吃了早餐以後 他血糖就開始往上升 升到兩三百 然後升到兩三百 那個狀況就是你吃到飽 超飽 然後你發誓你再不要再吃了 然後你再去吃一個甜點的時候 那個感覺 再吃兩球冰淇淋那個感覺 你就會想恨自己這件事情 這個點就大概在這裡 當他吃了生酮以後呢 他血糖一整天就是穩定的 這是最大的重點 好 我們學理部分剩兩 剩這個slide 可是剛剛講到 那又有醫生講說 這個因為你吃生酮 血糖會低就會死掉啊 低血糖很危險會死掉啊 拜託 好 這個生酮人其實血液裡面呢 有兩個能量來源 一個是葡萄糖 葡萄糖是維護你很多 這個所有器官基本運作需求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當你生酮以後 你血液裡面會有酮體 你有酮體以後呢 就像是加了 我不知道 超頻這種概念 你加了酮體以後 一切都運作得非常好 你跑步不會累 你可以coding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就是 非常好 那為什麼我會做這個實驗呢 其實因為當在做技術場的時候 你就希望團隊這個最好吃 在最少的時間有最大的產出 最好午餐都不要吃 最好就是又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什麼 生酮完全達到這件事情啊 所以你知道我常常去公司演講 然後其實跟博委會講這個 他們馬上就答應了 就是說可以去講 這太好了 但是重點是 大家去好好吃真實的食物 那這個博哲再講 我們現在進入技術的部分 好 時間剛剛好 好 再來就是 蠻好玩 因為我是技術底的 我從來沒有在做生酮前跑 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醫學相關 從來沒有看過那些鬼東西 那所以我的理想概念就是stake overflow 我要做一個這個生酮與植的stake overflow 所以我就是我的 我腦袋裡面就只有一個狼頭 所以看起來什麼都像釘子 那我的目標就是在Facebook的group 因為觀察到大家用Facebook用得很兇嘛 你總不能用IRC嗎 這吸引到的人不太一樣 那用Facebook的group的話 好玩的是呢 這個飲食這件事是每個人都可以插得上嘴的 因為都會做 跟寫Ruby就不是 我都不會插嘴啊 我真的不喜歡 就是不習慣的樣子 好 好 就會看到 像這個是理想中的狀態 但這個大概100折 這個問題裡面才有一折是這樣子 通常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特別把人馬掉了 就是這個 這個在如果在community 在tech 在應該說在軟體的社群裡面 就是新手笨文嘛 你知道 這是會砍的 那還好生童裡面 不會有任何人叫你寫作業這件事 所以這種文章從來沒有出現過 但是會有這種伸手文 那當然解決方法就非常簡單啦 Read the fucking menu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大概躲在圖書館裡面 兩天用Gitbook寫了一個詩 就是可能三五千字 解釋生童詞要怎麼做 但是這個是很粗顯的 那當然我全部都是相關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改用Pugle的方式 所以你去看那個網站的話 整個都是用Pugle 那等一下會講稍為什麼 再來呢 我們用那個Facebook的Unit 叫單元 你知道有沒有功能嗎 就是它可以收集很多 Facebook Group的那個文章在裡面 欸 我以為大家知道 不然我就解一張圖 沒辦法可以到社團裡面去看 那裡面有滿滿的生童諮詢 那包括台灣的九成的生童的書 就是本土作者的 那資訊都是從裡面抄的 好 喔 對對對 Facebook Unit 它其實這個功能很棒 但是很少人用 那包括Facebook都很用心 它在最上面呢 我被我截掉了 它有做一個Progress Bar 它會提醒你怎麼樣 怎麼樣 要隨時去看 你還沒有看完 你還要一千篇文章沒有看完 就是非常驚人的事情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在社團統計裡面呢 大概現在有十個人 真的全部看完了 那當然這個童話星走村這邊 大概有上萬人被卡在這裡 就離不開心走村 這是人情 那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用Hugo 不用Wordplace 或者是Blogspot 那些免費的這個平台 來散播資訊呢 很簡單 這就是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你當你東西 像這個是很棒 在關鍵評論上面的 但大家也不會要活下去呢 會放廣告 所以就是 這時候裡面就會有 我不喜歡的廣告 而且特別是 我不喜歡的廣告 最容易出現在我的文章裡面 關鍵字 這個TA就是這樣 那我以前在Yahoo做過 我知道這整件事情有多邪惡 所以當你看到不喜歡的廣告的時候 你就拚命按 所以你看到我底下的截圖怪怪的 就是當你按了很多廣告以後 你會發現 這些廣告都變成很奇怪的東西了 你還會看到Google自己的廣告喔 就是最多亂廣告 就是你討厭的廣告就要一直按 你喜歡不要碰它 你朋友發廣告不要碰它 因為它要花錢 你按它就要花錢 那你最好順便安裝一下 它就不會來吵你了 再來一個就是 就是你完全搞混啦 你也不用隱藏你自己是誰 你就是按 超棒的 好 再來就是翻譯組 就是在我們在OpenSource的社群 我最早接觸OpenSource的社群 是參加一個NewCash的project 那是GNU的一個accounting software 然後我就開始從這個翻譯開始做 那我們在同號社群裡面 我們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翻譯組 那我們的基本的這個教義 就是翻譯是神聖的 就是我們會花超長的時間 去rewarding這些概念 所以那些資料在同號裡面都有 那因為有這些將近100個小時的翻譯影片 超過100個小時的翻譯影片 這些生酮的資訊才能夠被帶入台灣 這絕對是關鍵 所以不管你要引入什麼樣的資訊 翻譯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這件事情我們在科技的社群 早就已經實驗過了 那現代人是非常極度分心的 你要一個正常的使用者 專心的看完一個500次的文章 就是謝天謝地的 我可以跟你打拋票七成的沒有辦法 可能八成的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所以呢機器人就是一個solution 然後我認為機器人是 剛剛那個Tubby講的那個機器人比較厲害 是這樣 是像這個魔鬼終結者 這個這時候的阿諾 他是一個完整的機器人 他會去學習你的語言什麼的 那我完全不走這一套 因為呢我認為機器人是像這樣子 他是一個輔具 他是那個Iron Man的Iron Suit 他是這個Aliant裡面 他的這個重裝設備 他用這個來打扮 還是要人去操作 那我做幾件事呢 是我們有編輯 我們會做這個資料的整理 我們會curate這些資料 可是curate完以後 怎麼deliver給他呢 我們透過機器人的方式 我們後面一些many chat 然後我們有個content pipe 我們會依照說他消化資訊的能力 我們會把他分成 不能說高知識 低知識 就是我們會按照他的吸收能力 做一個區別 有兩個分區 然後再來是他消化的速度 那我們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方式 來為他們資料進去 那國外這個有一個做到極致的 我真的覺得在技術上 我也覺得他好厲害 因為每天早上他會跟我說早安 然後就開始放一個他的影片 就是這種 可以說是國外這種健康達人 所以他們在國外這個行銷也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很多人滿寂寞的 每天Facebook沒有陌生訊息 那我是滿害怕的 因為我每天Facebook打開來 就是十幾則陌生訊息 然後都 對 都不太想點 大家就說生痛該怎麼辦這樣 當然我還是很容易解答啦 好 那再來一個是說 所以大家會常常問就是說 這東西應該怎麼吃啊 怎麼吃啊 那這件事我一直很不想做 因為我知道這個做一個 營養成分機器人 是一個暑假作業 不用暑假作業 一週的作業這種事情 但是問題不是難在技術 是在資料 那個包括台灣的這個 營養食材資料庫裡面呢 他每一個版本的ID居然會改哦 同樣一個食材的ID居然會改 所以乾脆就不要管他的ID 所以那個是Data Massage是問題 Facebook就是機器人不是問題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 我一直都沒有學怎麼做 Line的Checkbot 我那就是做Facebook 那一方面是因為社群 就在Facebook上面 那一方面是 不知道欸 就是 我的Line上面有很多奇怪的訊息 就是我不想看到的那種網告訊息 我也不知道怎麼阻止它 然後再來是 你Facebook也 我說你要當你真的要做一個機器人的時候 也不用做得很複雜 像我這個只有一個功能而已 就是把Token進來 然後如果查得到的話 就是回答他營養成分 他如果查不到 這個就是最糟狀況 Worst case 因為他講 他很簡單 他就問一個菜 蝦球 蝦球能吃嗎 欸不對 反過來 因為這個是Facebook角度 這是我的 對 這是使用者說金沙蝦球 然後我這個是 如果找得到的話 我就說能吃嗎 然後就笨蛋 笨蛋能吃嗎 當然這個使用者就很開心 有些人就氣詐了 就是我覺得可以 我只是用兩個 兩句話可以激怒人 那不過純粹是看他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是 其實做設社群當然要賺一點錢嘛 想辦法營運下來 就是會做一個電商 我就照那個Facebook的建議 做了一個Card Module 那透過這個Module呢 其實好像很漂亮 但其實非常的難用 就是我的job rate非常的高 我要是真的是電商的老闆的話 我一定氣死了 還好我是喜歡技術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技術很好 然後一旦他買成功的人 這個很厲害 全部都是忠實用戶 就是他一定會回購 可見他很辛苦 有那麼說他花了三天 好不容易可以下單 我也覺得很有趣 好 然後再來一個 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要牽得到 我們常常會被很多事情打斷 那其中一個是 包含是去兌換註冊碼 那因為我後來跟這個聯頭報 做了一個有聲書的課程 叫一課精選 他在初期的行銷上有一個活動 是說你可以拿一個註冊碼 可以減免50塊這樣做 那可是這個一猜就知道 這個活動成效一定很差 所以於是呢 我做了一個機器人 又做了一個機器人 當然很簡單 幾行後而已 那去說 你跟他 我就跟他說 你聯絡機器人回答問題以後 我給你註冊碼 但我多做一件事情是 就是重點了 就是我三天後會提醒他 然後我會一直煩他 煩到他用掉註冊碼 然後結果這個註冊率 就可以達到九成以上 其他campaign的註冊率都不到 應該說這註冊碼使用率 都不到10% 對 這是 我覺得這是你 新鮮人可以協助他人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給人家他想要的資訊 假設他住在 像這個我們最近在鹿港 要辦活動 這比較小的區域 那我們在鹿港跟台中的人 就當然就是可以搜尋一下 然後傳訊給他 因為他一直久久才會收到 OK 時間好像不夠了 反正大家應該沒有問題 我再兩張偷篇就講完了 好 那我們背面是這樣 我非常喜歡用 Emacs的Editor 然後就是用 Python 很好玩的是我的會計系統 也是用Open Source的 叫做Ledger CI 大家回去可以查查看 那你就可以自己做記帳 非常棒的東西 全部用C++寫的 也有開整版 至於說我的Cloud 就是AWS跟Google Cloud 那這個都有一些這種創業計畫 所以上面都有10萬美金的budget可以用 怎麼用都用不完 OK 那一些心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要給使用者 在正確的時間少量的餵食 這跟人的健康是一樣的 你不能像這個 這個叫什麼 補習班一樣 剎一大堆東西給他 你必須把長長的資料 撕一小塊撕一小塊丟給他 他才能有效的吸收 然後再來這個食物成分的機器人 就說實在不在意使用者怎麼想 因為我只想做我自己做的 可是我發現我太多User 希望有這個理直成分的機器人 那我就做了 那就非常好 就是一直都有人在用嘛 這東西很多很多 但是這個用的也非常多 然後讓機器人成為輔具不是助手 就是如果說公司裡面有一些CR 那個CRM的系統 Customer Services系統 其實機器人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但不要想百分之百全部都用 可以然後遠離糖跟加工食品 然後再來是 我在因為從過去 Opensource的概念 再回到這個 在進入Science 這個Medical Science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 很多東西都沒有公開 而且有公開的東西都有問題 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商業利益的影響 這個講到我剛剛去邀請就資料都沒有 但是很棒 台灣的團隊大部分都OK 然後最後是 如果人家找同化的資訊 你可以到這邊 然後如果說 你也想跟我一起合作一些機器人的話 我們這裡有非常多的資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